來 羅尼 你開麥 羅尼 哈囉 嘿 羅尼 你好 來 安安幾歲 哪裡人 54歲 天津人 54歲 天津的這個老大哥 54歲 54歲的網友 天津網友 羅尼 你好 好 那頻道主羅尼 你好 不是網友 大頻道主了 大頻道 不敢當 不敢當 這個小頻道主一個 今天我還是從講講這個傑克兄的這個主題吧 你說 關於這個人民政協的這個報道 指這個暗讀的問題 包括你在開始破題的時候 你講這個話的時候 我想從幾個方面來講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第一 關於現在兩岸的關係和未來的統一的狀況 為什麼這篇報道出來了 我也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官方的報道 因為官方的定調其實已經在這個 這個《辛亥革命》那個100週年的那個紀念座談會上 就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包括這個中共中央的這個對台工作小組的這個副組長 汪洋也在對國台辦的所有對台的系統下面已經下達了中共中央 現階段對於台灣的這個工作的總體的總綱和目標指導 指導思想 指導原則 那麼關於這個東西呢 我認為現階段來講這個是大陸北京現在的 在二十大還沒有這個制定或者是公佈 未來五年的對台的這個工作的總體的指導 綱領的時候呢應該是不會變的 那麼人民政協出的這個所謂指的這個暗讀的這個東西 我認為不能代表官方立場啊 可能也就是說白了在大陸的這種比較順勢 我們來講啊這個基本上可以說是上下 就是同一個聲音的這種情況之下出現的 那麼一個意外小插曲 所以這個事情呢也是掀起了一個小波瀾 那麼我們要說現在台灣的整體的這個情況 因為我發現有一個情況啊 我在你這個頻道裡聽了很多的這個關於這個論述 包括這個有很多的台灣人呢和大陸人之間呢 我在這個這個油管上我就發現有一個情況 就是兩岸之間呢就是多數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是用我已有的既定思維來去套用你的你的想法 例如大陸人會用大陸的統戰思維 包括我們大陸人有天生的對統統一台灣的這種情感需求 那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呢就會用我們從小受到的這種啊 這種所有的教育啊來去套用台灣人 台灣人你應該怎麼想啊 其實台灣人根本就不是這樣 所以這有點類似於什麼呢 就是互相彼此都不了解對方的這種古經 那麼台灣人呢就會覺得說 我就這樣啊我就挺好啊 我言論自由啊我這個什麼等等等等啊 我們台灣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麼現在在台灣有一個情況 為什麼台灣現在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包括你剛才說這個這個 在國民黨的這種情況之下 國民黨為什麼做不到 或者說國民黨為什麼現在就是走到一個這樣的程度 我認為首先第一啊 跟這個國民黨的首先的中央決策有關係 確實他們是在最關鍵的時刻沒有引領民意 雖說這個民意和這個政府之間 它其實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關係 但是作為政府之間一個好的政黨 一個有戰略思想的政黨呢 它是有自己的核心的黨的思想 同時可以引領和帶動民意的 所以它總是能夠操縱起這個民眾的情緒 或者是引領民眾的民意走向一個方向 國民黨很顯然在這個方向上做的非常差的原因 是來自於國民黨的這個自己人的吃相太難看了 他們自己啊內部這個分裂的太厲害 所以包括從台灣這個自從這個蔣經國去世之後啊 這個李農輝上台解除動員勘亂時期的這種戒嚴狀態之後 國民黨光分自我分裂就分裂幾次 對吧你是台灣人你應該很清楚 所以它這個黨骨子裡幹自己人是內鬥內行啊 這個在這個點上這是他們的這個黨的一個種狀態 那麼我從現在為什麼我從兩岸三地啊 這個角度上來講 首先我說台灣說一下這個大陸說一下這個美國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 這是中美台兩國三方遊戲 而這個遊戲下棋的起手是中國北京 中國大陸北京和美國華盛頓 對 大陸人民決定不了兩岸何時統一 用什麼方式統一 是 台灣人民決定不了台灣如何獨立 從什麼時候獨立 是 美國人民決定不了台灣如何獨立 美國只能夠根據事實的情況 來事實的把台灣這張牌打到最好 這是美國的想法 但是美國有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 就是美國不希望因為台灣 把整個美國捲入到中國和美國的全面熱戰的過程當中 這是美國最想走的這個這個玩的方法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無限制的這個撕扯大陸 給大陸造成一種撕裂的傷害 造成它失血也好 造成它這個拖慢中國的統一進程 也好 還是說搞亂中國的周邊整體的環境也好 這都在美國的整體的印太戰略當中其中一環 對 那麼在台灣現在的這種情況 為什麼台灣不主動統一 我們經常有一句俗話叫人無壓力輕飄飄 井無壓力不出油啊 你現在北京沒有一個 你現在北京還只是說我們終極要統一 北京也說了我們這個堅持九二共識的情況之下 兩岸人民這個未來終極要統一的 統一是歷史大事 但是北京也沒有給出我們什麼時候統一幾點統一 是吧上午還是下午 幾月幾日沒有一個時間表 在沒有時間表的情況之下 這說明是什麼 這是一個未來的兩岸議題和兩岸最終的要走向的這個目的 那麼在你沒有談進入到統一的這種程序 或者說進入到這個統一的進程的時候 台灣人在此時此刻是最自由的 你沒有給我壓力 你只是說你未來要統一 但是我現在我怎麼搞就是我的事情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大陸給壓力呢 台灣或許會變成另外一個狀態 那麼在整個台灣我們要說一點 台灣的這個怎麼說政治人物也好 政客也好是最務實的 怎麼說 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是沒有要統一 對嗎 沒有要統一的話 那我是不是得選舉啊 就好比說咱倆未來要結婚 但是今天我還得吃飯呢 對 對吧 我今天吃不吃飯才是最重要的了 我今天不吃飯我可能就餓肚子了 但是未來結不結婚那是未來的事 咱們還沒定日子了 那先這樣拖著吧 這不都是人的正常心態嗎 那麼我們看台灣現在的現狀是什麼 台灣的現狀是韓統一你就沒選票 那你說你讓這幫搞政治的搞選舉的 他們怎麼辦 人家還得吃飯呢 對吧 人家這個就是非常現實的一個問題 那麼你說你們不行 你們都應該站在這個中國統一的大勢 那是不可能的 這是人性 對 對吧 台灣也不是沒有啊 也不是沒有投鐵的 像這個幾個新黨的那幾個野里的 還有這個黃志賢 還有剩下其他的一些比較老的老人們主張統一的 但是我想問你誰選舉能選得上 是 沒有一個選舉能選得上 唯獨有一個以前跟統派沾點邊的 就是那個新黨的侯漢廷 台北市市議員 他現在少講的了 對 他肯定少講啊 我之前我聊過他這個問題 我說侯漢廷選上了 今天不是侯漢廷 是張漢廷李漢廷王漢廷 他也得這麼幹 因爲什麼 你選上了民意代表 你在喊統一 我保證你下次不能連任 是 那是瘋了 那純屬是瘋了 所以在這個角度上來講 他向現實來考慮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就是台灣的一個整體的現狀 因爲你現在沒有談統一 沒有進入到統一的進程 所以在台灣裡面又有務實的選舉 人家還有下一屆 人家還有等等等等 他現在就是陷入到一個集體自嗨的這種狀態之下 那麼你想讓台灣老百姓 我要說一點 台灣老百姓 對於台灣老百姓來講 你讓他談統一 他肯定是不讓 現在整體的這個狀況 你看國民黨的這個選擇已經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也要同時要說 並不是台灣所有人都是想要讀的 這個我是這麼看 他不是台灣人都想讀 我覺得多數的台灣人 或者說比一半以上的台灣人 他想要維持現狀 那麼在維持現狀的這種狀態之下 有一部分台灣的年輕人 就是讀這個台獨克剛 去這個中國化的克剛 那些台灣的年輕人 就比較想要衝動了 就是比較激進了 就是說要抗中保台 要跟這個 對 那麼在沒有統一的壓力 沒有進入到進程之下 這些人 他們最想要選的是什麼 沒有代價的維持現狀 或沒有代價的和平獨立 對 你一談代價 未必他們就真的說 投鐵老子跟你幹到底 老子上前跟你衝 我要為中華民國犧牲 或者我要為台灣犧牲 對 你真的解放軍圍上來之後 全都 就是我們就做鳥獸散 是 全都跑了 是 我們先不說這幫老百姓 老百姓不重要 所以我對於我來看的話 就是說兩岸之間是否是能夠心靈契合 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否用最少的代價來完成中國的這種統一進程 對 那麼到現在為止 最後再說一點 就是說 捷克雄你剛才說的這個 就是國民黨黨內 他就是說 為什麼 他需要做一個黨內的路線大辯論 這個我覺得沒細 怎麼說 為什麼說他沒有細的原因呢 是在這裡 首先第一 你國民黨是不是要堅持中華民國 你堅持中華民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最開始的時機你沒弄懂 你現在去說服老百姓 讓老百姓認同親中保台 你怎麼保台 未來是要統一的 未來是要統一的 你怎麼保台 你要說服台灣老百姓台灣的民意去接受統一嗎 現在誰敢說統一 你既然不敢說統一 你就不敢放棄你未來的這種選舉的這種 這個立法院的席位 或者說你未來的這個大選 我要放棄兩次 人都是很務實的 都是看眼前這碗犯的 我這次我的立法委員能不能選上 老子支持你當國民黨黨主席 我立法委員選不上 你給我下去 我換別人了 國民黨現在這樣一個狀態 它就是一個這兒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變成了什麼了 變成你黨主席成吉祥物了 那你內部 你說我要統一我的黨思想 然後我要重新進行黨內的重新的再革命 我要搞這個 那你做得到嗎 你怎麼做到 你上面還有一個宗主了 你還得聽IIT的 IIT一個命令下來 你又不敢說話了 所以在這個裡面 它只能說是什麼呢 國民黨現在最好的方式就是 在維持住它地方還是不錯 維持住它地方的席位席次 現議員或者說立法委員的席次 維持的這種情況之下 保守治療 然後等待著被統一 這就是國民黨的現狀 他真的不如民進黨 他玩不過民進黨 因爲什麼 你沒有辦法 你搞獨立 你玩獨立 你弄得了民進黨 你得跟民進黨不一樣 是啊 你都搞獨立 那人家就選民進黨就好了 選你幹嘛 對啊 你都搞獨立 人家就選民進黨 選你幹什麼 但是你又說 我又不能選統一 這活活給這個國民黨給憋死了 是啊 所以你說台灣沒有左派政黨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左派政黨 原因就在於這兒 它未來是要統一的 而台灣在整個的大歷史背景之下 台灣的現狀就是 老百姓暫時不能接受統一 多數的 他不想統一 因爲什麼 他生活的還算不錯 GDP也挺好 對吧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台灣人自然就過自己的小安樂窩 就要過自己的小烏托邦 那麼同時呢 這個你甭管怎麼樣 至少台灣沒有這個 這個戰火的威脅 然後大家還可以彼此投票 這不台灣人現在過得不挺瘀嗎 挺爽嗎 對吧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唯獨就可能就會面臨大陸武統 但是大陸覺得會武統嗎 到現在為止你覺得會嗎 除非台灣實質宣布法理獨立 我不認為大陸 短時間之內只要不 24年 以前不會了 嗯 好 我認為的是 最後總結一句就是 大陸在台灣 大陸現在的階段就是 台灣不許獨立等待統一 好 嗯 我講完了 唐平等武統 好 OK 了解 不是不一定是武統啊 好啦 唐平等統一 台灣人唐平等統一 對對對 好好 OK 好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好 OKOKOK 好 拜拜 拜拜 好 躺平等統一 就一樣 跟那個共和國很像喔 躺平等武統 好來 我來謝謝YT董內 謝謝這個 Freakschan 人民政協報說得很好啊 回想一下共和國之怒的發言吧 順便說一句 國民黨不亡 是無天理 好的 來